台南一名16岁的李姓少年 在今年4月份撞坏了朋友的机车 因为付不出维修的费用 遭到人蛇集团诱骗到了柬埔寨工作 这期间他被毒打被电击 还差一点被转卖到了缅甸去 如今人是平安的回到台湾 警方寻线追查 将四名涉案嫌犯具体盗案 你挖下去 我们的尾巴要嘟 援警躲在车内 锁定前方黑色车辆 也看时机成熟 援警开向前包抄拦截 一举将人逮捕 车上一名阳性嫌犯被拖下车 另外还有一名诚信嫌犯 原本在家警方突然找上门 把他给吓坏 这几人都是涉嫌将16岁少年 拐到柬埔寨工作的人蛇嫌犯 目前一共居提私人盗案 因急欠修车费而遭协迫至柬埔寨工作 遭到殴打限制人身自由 甚至遭转卖到缅甸案件 掌握人蛇集团成员身份 成功拘捕国内负责招募之诚信犯险等四人盗案 今年4月这名理性少年因为撞坏朋友机车 付不出高达数千元的维修费 被布法人蛇集团钉上骗去柬埔寨工作 期间残遭毒打电击 促进他及时向铸泰代表处请求协助 在8月初仍平安返台 结束将近四个月的惊魂 在各单位通力合作下 以顺利侦破11起相似案件 并查获在国内犯险17人 本局持续受缘查契中 针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案件 台南市警局发现有372名潜在被害人 近期有出境柬埔寨记录主意清查 目前已经协助19人平安返台 另外也提醒 人社集团常利用高薪甚至包吃包住 提供机票等不实广告 诱骗台湾人从事非法工作 请民众别落入人设圈套 旧环无奇台南报导